欢迎收看草鸡来开杠 我是周康运 赵锋金旗下的赵锋银纽约分行 因为涉嫌洗钱遭到美国重罚1.8亿美元 相当于57亿的新台币 这个震撼金融圈的话题还在持续延烧 大家除了关注这个天价罚金之外 也想问到底洗钱的主体 这个洗钱是谁在洗呢 因为赵锋金关股比例有两成 等于是11亿的罚金是全民买单 而且赵锋金前董做蔡有才 为什么三月要闪电请辞 前第一夫人周美金之前在赵锋金任职 也使得整个洗钱案变得格外敏感 今天的节目几位来宾跟我们一起讨论 首先要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民营党立委王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蔡玉珍 大家好 还有网路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看这则新闻 赵锋美国纽约分行 涉嫌洗钱遭到重罚 风波越演越烈 民进党立委蔡一宇指控 前赵锋金董事长蔡有才 涉嫌洗钱防治法背信等罪 到北检暗铃告发 他不可能推诿说他不知悉 尤其赵锋银行过去一直在替 所谓的一个特定人士服务 包括他现在赵锋银行的门审 也是前总统马英九的夫人 也就是前第一夫人周美清女士 蔡玉宇呼吁北检了解赵锋 与过去政府权柜间牵连 彻查蔡有才 因为今年二月赵锋纽约分行 才接到美国DFS金检报告 被指控违反银行保险法 跟反洗钱法 三月蔡有才就以身体亮红灯为由 请辞赵锋金董事长 却又在四月跟润泰银眼梁合作成立 建基资产管理公司 五月大买中信金股票 八月爆出和银眼梁结盟 有意入主中信金 使者号传出赵锋遭美重罚 五十七亿的消息 收购中信金 这些作为像是一个身体不好的人 需要陪伴家人 当政党轮替之后 民进党他要追讨党产 一定势在必行 所以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党产 趁这个机会赶快把它移出去 洗出去 余美美认为 赵锋金跟马政府关系密切 必须彻查洗钱案是否跟蓝莹有关 时代力量更批政党轮替前的金管会主委 也就是现任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资名中管理有严重问题 我们的金管会是在睡觉吗 我要具体的问 请问收到报告到现在 金管会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 假设是普遍的现象 普遍的问题 那金管会要负责 但是金管会的主委 又不兼赵锋银行的总经理跟董事长 我不认为这个情况 金管会有一些舒适 立委要求政府对赵锋高层 提出诉讼扣押财产 高前处也召开刑事案件协调会 邀及金管会代表 北检调查局洗钱防治处 言商分工分案 要尽速厘清涉案层级 还有相关责任 好我们看到这场赵锋的风暴 又造成今天赵锋金的股价 重挫6.3% 市值蒸发了204亿元 毕竟这一笔天价的罚金 不仅是重创赵锋赢8月的获利 也留下一个难堪的污点 那么玉珍姐点名赵锋案 这次有四个人要厘清责任 可以来说明一下 其实光今天跌到204亿 投资人很痛苦 再加上就是罚的这57亿 因为他刚开始第一时间 我就要求说 其实这件事情不只要查清楚 而且要追究几个人的责任 第一个要负责 当然是蔡友才 其实蔡友才在这个事件之前 大家才注意到说 原来呢 银眼良把他重金挖角到 建基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呢他大买这个中信金 那中信金呢 未来可能就说 把南山人寿合并进去 成为全台湾最大的这个金控 受险就是整个的金融体系里头 算是第一大 那时候呢 蔡友才在三月份请辞的时候 还有人说 哇 他是赵锋的这个董事长 而且呢 他等于是说效忠马政府 所以呢 在蔡英文蔡政府 还没有上台的时候 就赶快先请辞 所以展开所谓的抢人大战 国泰也想抢他 富邦也想抢他 大家都想抢他 结果没想到 其实现在 你在仔细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在看那个时间点就是 当二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所谓的DFS 就是纽约州的金融服务署 给了这个报告之后 那你说这个给了报告之后 这整个这么长 二十几页的说明里面 处分里面 难道这个蔡友才是第一次 收到这些东西吗 当然不是嘛 他整个事件 调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012 2013 2014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国内早就在关注 所谓的巴拿马文件 这巴拿马文件已经 包括很多媒体的头版都讨论 甚至还说 国内有很多的账户 有艺人 然后有这个所谓的公司航号 甚至有国民党的党营事业在里面 还有一些政治人物 当时还说 到底那个拼音是不是江一化 江一化或什么 不知道 好 可是呢 今天我们摊开来看这件事情 我才发现说 蔡友才 原来你是知道说 事情已经遮不住了 所以你赶快落跑 还创造自己的行情 还重金被挖角抢人 然后未来 如果说这件事情 没有叭叭的话 那你还可能成为 以后所谓的 这个最大金控的负责人 真的好伟大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要追究的是蔡友才 今天立委已经提出 这个告诉我 就是说蔡友才不可能 从头到尾都不知情 那第二个是 我说这事情也不能瞎猜 但是呢 一想到赵峰金 一定会想到两个人 就是马英九跟周美清夫妇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董事长总经理是你派的 那周美清呢 虽然他在2008年 马英九当上总统之后 他请辞 可是请辞之后 就跟赵峰划清界限吗 没有 他一直都留在赵峰的 所谓的基金会当执行长 所以呢 这个尤其是蔡友才 蔡友才在2008年 他把那个 郑森池斗下来之后 我怎么讲斗下来呢 其实郑森池 我们讲说赵峰金 其实就是执政党的金库 因为呢 陈水扁总统的8年 他请谁 他请郑森池啊 可是那时候 在改选的时候 他想要把他私有化 也就是说 他想要成为 这个名鼓推荐的董事长 结果后来呢 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 苏贞昌跟副院长蔡英文 强力主导之后 把他给弄下来 那当然背后还有一个 跟着官鼓 一起来运作的人 那个人就是赵峰金 当时的总经理蔡友才 所以他很厉害 而且他那时候 就看好周美清 所以对当时是法务主任的周美清 非常非常的巴结 非常的奉承 那直到就说 好 周美清 你说离开了 这个赵峰的法务室主任 可是呢 你会跟赵峰没有关系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 2012年 因为这个洗钱 包括2012 2013 2014 2012发生什么事 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 大家在质疑 顶心的政治现金 科技业的政治现金 马英九很多的政治现金 到底有没有洗到海外去 因为至少跟申报的明显的不符嘛 好 那这个2012就是大家在查 所谓的DFS 就是美国的这个纽约州的金融服务署 在查的你洗钱的东西 那你说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子 好像就勾到菜的 你不能够不让人家怀疑 因为如果你是企业界的钱 你是艺人无其容的钱 那这个赵峰的纽约分行 为什么要躲躲藏藏的 你知道我一直讲说 在连瑞士的银行 过去的洗钱天堂 瑞士都不敢对DFS是这种态度 结果你从以前在澳洲分行发生事情 现在在纽约分行跟巴拿马之间 你又连续做了这么多事情 那显然你是刻意的 而且他整个的分 就是说整个马英九跟周美青 就是跟整个赵峰金的连结度太高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事情是谁 还有一个就是驻美代表 驻美代表金普冲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从2012年的10月份 到2014年的3月份 那当DFS在对台湾的赵峰银行 对关股最代表性的赵峰银行 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而且所谓的巴拿马文件 正在追查的时候 你当驻美代表 你说哎呦我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人家对我们的 这个纽约这个赵峰银行有意见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驻美代表在那边干什么 所以我说这几个人都要负责任 甚至我一直认为说 在马英九在2012年选举的资金里头 现在还有一大堆的疑点 那我不相信说 这些钱跟现在所谓的 这个DFS对赵峰银行 纽约分行的指引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会你摊开来嘛 你让大家知道 到底是在帮谁洗钱嘛 所以按照玉珍的说法 张听之下 似乎周美清是被动当了人家的门神 因为整件事看起来是非常奇怪 蔡有才在事情爆发之后 她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今年三月底呢 在总统大选结束之后 新旧政府叫轮替在交替前夕呢 赵峰银的前董作蔡有才 她突然就向董事会请辞 当时蔡对外的说法是说 我的妈妈年事已高 要回到家陪妈妈 不过呢 有不少人对于一向很拼的她 突然这么做 觉得说怪怪的 蔡有才这样的做法 而是担心她被秋后算账吗 韦哲 我觉得其实 从蔡有才之前跟现在的 她之前的讲法跟现在的做法 我觉得是逻辑上是有矛盾 先前如同主持人您刚所说的 就是说蔡有才当初 要说要离开赵峰银 三月三十号 她离开的时候 是说因为我家里妈妈 我要陪妈妈 而且她说她身体不好 然后后来三月三十号 要说要离开 结果三月四号 这个建基公司就成立了 后来她去担任建基公司的董事长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陪了谁 是陪小孩 是陪了五个小孩 还是陪了妈妈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其实如果说 她作为一个公股法人代表 后来要到民间企业 任何人都可以 你就说我自去 不过我生涯规划就好了 你搬出一个健康因素 搬出一个妈妈因素 结果后来去陪了 这个另外一家公司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在诚信问题 在逻辑上问题 我觉得是有点说不通 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这个 这个 尹野良总裁 他要请一个身体不好 而且是 是有点记性 有点失忆 为什么 因为出了事情 都说 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 如果是建基公司 这样的一个人来管理 那将来建基公司 如果出事 他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看报纸才知道 那这样可以吗 不过这个 先说明 这是 这是尹总裁 他自己的用人 他要怎么用 他要选择不知道的人 或选择摇不醒的人 我觉得是 他自己的事情 我没有意见 可是重点是 在蔡总裁 蔡董事长 他当时担任的是 这个公股董事 公股代表 法人代表 而且是 赵峰金的董事长 那这个不能 这是关系到 公众的事务 关系到国家 所有纳税人的事务 这个东西 就不能说 他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其实现在 老百姓最讨厌 最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说 你们都说不知道 财政部长 作为公股法人的代表 因为这个 这是公股银行 他说他不知道 金管会负责 管理所有银行 制定规则 而且事实上 是每年都要实施 一定程度的 经检的 这个主管机关 他说他不知道 然后赵峰银行的董事长 说他不知道 总经理说他不知道 那对不起 这个银行出了 这么大的问题 当然 这个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那造成这么大的 国家的信誉的损失 以及 所有的存款人的损失 以及纳税人的损失 他们就说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老百姓 有办法接受 这样的一个答案 所以外界都说 官员是得了失意证 还是怎么样 对啊 而且之前之后 就是说有党产 或者说有没有门神 这是一回事 就算没有党产 就算没有门神 你千不该就万不该 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不知道 变成一个推卸责任的答案吗 如果是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绝对是要荒洋不老 今天我们不是说 美方说什么 就说什么 DFS是纽约的金融服务管理局 如果是DFS 我觉得其实DFS说什么 我们不敢说 一定就有 一定会没有 但是你怎么能够说 人家来调查你的 人家来质疑你的时候 你通通不回应 我觉得其实简单 最后我简单的说 今天媒体报道 DFS是什么样的机关 他从 他不是说专门找 这个境外银行的麻烦 也不是说专门找 这个赵峰金的麻烦 今天可以看到 他连美国自己的JP Morgan 就罚了130亿美金 当然这每个被罚的 这个市由都不一而足 美国银行也被罚了 然后这个 法国巴黎银行也被罚了 所有的银行 很多包括汇丰银行 很多大银行都被罚了 从130亿到最少的 这个赵峰金算出来 1.8亿美金 我们讲的是美金来计价 那当然是每个被罚的 这个原因都不一样 只是问题说 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偏袒 他自己的银行 而专找所谓外国银行 那赵峰金你可以用这样的控管 虽然我们 他不是被罚的最多 但对台湾来讲 对台湾的国际信誉 以及人家在那个调查 报告书里面 对你的指涉 说你们自己就欠缺 这个安全管理 你们自己牵涉到巴拉玛 洗钱会如何如何 怎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其实难道不是一个 非常大的打脸吗 那如果被打脸的人 上上下下都说不知道 我觉得老百姓 对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且整件事还有一个疑虑 我们来看到这张表 前董作蔡友财 在2010年回锅赵峰金之后 开始提供融资给国民党 党赢事业 而且金额是逐年提高 有报道就指出了 到2013年的时候 赵峰金融资给党赢事业的资金 超过了百亿元 这当中的外界难免会有盈率 瑞德 2010年的时候 当时赵峰金 这个等于说融资给国民党的金额 是36亿多 那么2011年 等到蔡友财正式接了以后 五年之内 融资的总金额 串高到119亿多块 接近120亿 也就是说多了88亿 那么我要请问的是 这88亿 事实上现在民进党的政府 马上可以去查 这88亿的融资贷款 用的担保品是什么 为什么呢 是股票还是不动产 不动产当然包括土地 跟相关的建物 为什么这样讲 各位 上个月刚刚通过 所谓的这个政党的 不当党产的追溯 跟他的付水组织 你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吗 一年之内 国民党必须要申报 他的相关的财产 可问题是 他已经在过去 借了100多亿 全部加起来100多亿 那么根据保护 善意第三者的 这个等于说惯例 那么就算到时候 国民党没有办法证实 这些党产是合法取得的 很抱歉 你政府能够先 把它全部没收吗 你必须先还这个银行 所以呢 一样的道理 你知道吗 善意的第三者 赵丰金 120亿 你要先行义啊 你到时候政府 能够查课的有多少啊 那这是其中一件事情 还有 我跟各位说 农历七月 现在都要赛过时 刚刚开始在 中文这个大拜拜 那么 我们家都有门神 我们家都有贴门神 那么门神 不管你中元节拜拜 有没有拜门神 你有把收金做吗 我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门神 门神贴在你家的门口 那么好兄弟 金贵心 哦 我看到门神 我就要尊敬他 不管门神 有没有给他烧香烧金纸啊 你知道吗 你有收金做那个名字吗 不管 人家看到他就会尊敬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就是周美清 但周美清 不是说周美清 因为他的个性是不会拿钱的 也不会卷入这个事的 当然问题是因为 周美清自己本身 他以前上班就是在赵丰金 当法务市主任 那么他后来在他老公 当了总统了以后 他辞掉 那也因为自己的老东家 善意的邀请 所以来当了慈善 这个基金会的相关的 这个执行长 这情有可言 可是人家怎么把你 怎么把你看 怎么把你当门神 时间太巧合 为什么这样讲呢 当然了 蔡友才自己本身是一个 八面玲珑 长袖上舞的人 没有37岁 要怎么做到 银行的总经理 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尤其在蓝营里面 国民党里面 那么现在是 你要如何说服我们 按照他昨天 接受媒体的访问的 那种说法 是因为一件 不小心 因为巴拉玛 他们自己本身认为说 不可以全世界 都把他们说成 我们是逃税天堂 所以要求外淫 大家弄了以后 照风金空很棒 所以整理出 在巴拉玛 有90个 没有再用 联络不到人的账号 我把它冻结 结果 他的纽约分行 把钱汇到 他这个巴拉玛来 刚才会冻结 所以前退回来 他说 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样 所以就算了 没有跟美国申报 所以就被划了57 是一件吗 是为了这样一件吗 23页的相关的 美国的报告里面 只有这件而已吗 他讲的云淡风轻 讲的轻描淡写 还有 最重要的是 他的诚信问题 刚刚韦泽兄 已经讲到诚信 蔡友辰的诚信 我跟各位问一件事 既然他说 是为了老母 为了老母 他本身失智 可能连他都认不得了 因为他得了慢性病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要退休 他去年就跟财政部长 请退休了 张晟和不准 所以留到今年才准 他才退休 那不对啊 退休你不是应该 好好去寒疑弄孙 或者是去承欢七下 才对啊 你怎么会退下来以后 再去见机 然后呢 更好玩的是 还把这些赵丰金里面的 主要干部都挖过来 你知道吗 然后从40亿 80亿 增值到200亿 然后现在人家说 要直接跟银眼梁 这个大老板 一起要 可能一样 要把重心经理吃掉 不对啊 这跟你讲的不一样啊 我讲的就是 你的诚信 你的说辞 让人家打上了问号 那么如果按照蔡友台所说的 他在发现巴拉玛的 这个事情了以后 什么他就痛斥经理 他就换掉那个法务 就是对美国人不敬的那个法务 然后呢 他就自己写了两封信给美国 说明将如何处理 然后还要总经理以下 责成总经理以下 如何如何 有四大要件 奇怪 你那么有诚意 然后美国人 人家五月还派人 让他来台湾来 你那么有诚意 人家为什么美国人 还要发问57亿啊 最近刚好 刚好国税局在查 二代金保补充保费的 这个补税啊 你知道吗 我都怀疑啊 全国的所有的补税 加起来都不如57亿 就在不见地蒸发了 然后里面跟纳税人 直接有关系的就11亿 凭什么要全国的人民去担 这里面有没有弊案 你不能跟我讲说 就因为一个不小心 就因为一个应对 没礼貌 所以美国人就还我们57亿 本来要还你90几亿耶 还是现在的董事长 到美国去谈了以后 砍价才砍到57亿 这57亿 如果是不应该由国人付的 不应该由赵峰金付的 更不要讲 今天跌的6%的股价 蒸发了200多亿 明天我看股价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些小龙要算什么人的 就你一句话说 云淡风心宫 我都能处理 就因为一个疏失 因为怎样 所以就这样 这是你这个身为前董事长 应该做的态度吗 而且呢 出了这个大皮漏之后 财政部长竟然完全被蒙在鼓里 稍微我们回来继续来讨论 好 那持续关注 赵峰金遭到美国纽约州的 金融服务署 重罚了57亿新台币 果然影响到今天的股价表现 跌幅一度超过了7% 我们先来关心这则新闻 一大早浩子里业务员电话接不停 不少股民都是要卖出赵峰金股票 受纽约分行违反洗钱法 遭到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署重罚 让赵峰金股价一开盘 跳空重挫 跌幅超过7% 创了四个月来新低 最后收盘22.3元 跌了1.5块钱 爆量金13万张 光是股价市值一天就蒸发了210亿 损失相当惨烈 股价摔得比青年种 不仅股民荷包大缩水 更让人气愤难耐的 还有赵峰金的官股持股比例有两成 以此推算被开罚的57亿当中 有11亿的罚金得由全民买单 这种情形绝对不能全民买单 这次要原成 所了解公股董事给我的回报 就是在历次的董事会里面 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 要求未来如果有重大事件发生的话 第一时间除了通知金管会以外 不要通知财政部 其实赵峰金控是在2002年 合并交通银行和中国国际商银而成立的 过去都是公股行库的获利王 总资产规模1.67兆元 这回爆发赵峰银纽约分行疑似洗钱案 也让赵峰的金字招牌因此蒙成 前三个月的获利全都被罚款持光光 将近6000名员工第一季算是做了白工 好我们看到这季做了白工了 蔡友才担任赵峰金 董作期间爆发了纽约分行疑似洗钱案 不过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身为一个官股的董作 竟然隐瞒如此大的疲漏 完全没有告知这个财政部 那么公股金控里头 大家都很会关这个风向球 虽然说周美清他在2008年之后 就从赵峰金退休了 但是退休之后呢 还是一直持续在赵峰基金会担任执行长 而且有报道说 只要当时周美清提的案子 蔡友才很容易就过 照这个官股发生这样的事情 明显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说财政部 今天晚上有出来说明 就说赵峰金是到8月4号 才跟财政部报告 等于到8月初 整个财政部经管会才会正式知道被罚钱 那到底有没有涉及隐匿 当然赵峰金你包括前任的董事长蔡友才 这些相关有责任 那赵峰金的新任的董事 那个总经理也请辞了 像我觉得相关责任疏失 因为毕竟你公股银行 那等于全民纳税要十几万都要全民承担 这笔账当然是要追 可是新政府有没有 11亿 那现在8月初就知道这个讯息了 我就觉得好奇 那新政府为什么还继续用徐光熙 徐光熙是之前跟那个蔡友才的总经理 那你为什么明明知道已经有赔钱了 那怎么还继续用 之前媒体有在报导 就说原本在争取赵峰金的董事长 徐光熙也脱不了干系 吕捷成也在争取 就说是不是说绿营高层 有没有其他的考量 你如果徐光熙脱不了关系 你怎么为什么批准这个人事案 财政部行政院为什么批准 这里也起人疑斗 为什么会这样人事安排 至少政府财政部需要给对外一个交代 那第二个我觉得说 如果是现在涉及到 赵峰金内部有引力情势 这当然责任要查清楚 那大家就说 里面的内情到底是怎么样 现在还搞不清楚的情况 大家都要引设说 马总统 周美清 金普聪洗钱 真的有点我觉得说 有点实在是会不会太会联想 有时候真的涉及到 个人民洁的部分 真的我觉得引设过头 已经到不是引设了 明确指控人家 他有涉及到他自己的法律责任 我觉得你要举证 你要指控说周美清是门神 你要举证 周美清2008都请辞了 一个法务长 他是资新的法务长 后来因为马总统 因为接任总统 他才请辞 他那个基金会是没有资新的 拜托 这不是网友在笑吗 用明朝的建展 清朝的官 真的倒了太狠了 如果真的要指控这一些 拿出证据来 那比如说蔡英阳 蔡总统的二哥 之前有持有号鼎的股票 他说一年内要把它出清 这社会有没有去关注 到底有没有出清 我就说要查政商关系 大家都关注 全世界大家都通行有政商关系复杂了 到底有没有洗钱让证据说话 那现在民党执政 大家也关心蔡佳人之后 跟这些政商关系复杂 也要去监督 那如果国民党真的有涉及到这相关了 譬如说跟赵丰金的借贷关系 这些都有质押 那有质押有土地有不动产 那到底有质押够不够 利息有多少 赵丰金现在公股银行 资料都调得到 我就不要用影射了 影射这一些 真的我觉得太过于政治化 很不道德 不过大家为什么对赵丰金 这次有这么大的疑点 我们要来看到 2011年在3月的时候 蔡友财发动了赵丰金旗下 近50名的国内外分行的经理 人事布局大调动 异动的人数达到47人 这样的人事布局 究竟有什么样的目的性呢 宇正姐 其实这个就是说 蔡友财他回锅 他本来是赵丰的总经理 那他回锅之后呢 这调动最明显的就是 纽约分行的经理 就是这个本来的 本来的这个被调回来 然后找谁去了 找巴拿马分行的经理 刘明荣去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呢 意思就是说 从纽约分行 然后巴拿马分行 就到包括这次被查到的 其实就是巴拿马文件里头 重要的就是顾朗跟科隆的 那个自贸区 就是其实这几个分行 的人也就是说 你蔡友财呢 在回锅之后呢 这几个地方 你都安排好了 而且呢 还包括 你派驻在海外的人 除了分行经理之外 然后包括法务 就是在那边的话 就是好丁 赶不贡金 跟什么全部通通都 对象的人事布局意味着 其实这里头大家在怀疑说 到底你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 而且呢 好像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用 而是可以信任的人 最好不要让太多人 参与这些事情 因为呢 你从2013年到2014年 就是DFS的这个报告里头 它已经很明显的点出了 你很多的资金 因为光2013年 就是这两 巴拉玛的这两个分行 它整个2013年的交易 是46亿美元 那2014年是69亿美元 就是这两个分行加起来 所以金额已经超过4000亿 可是这4000亿里头 有在这个整个 它23页的这个调查报告里面 它其实就已经告诉你说 你有很多账户 其实是应该有一些 这个资金上去向的一些查证 你没有做好 那你说赵方金 看到这样一个质疑的时候 他会完全弃之不顾 然后说 哎呦不好意思 我就是只有一笔卫生报 所以呢 这个我也没有必要 把所有的账户都给你 其实这个态度本身是不对的 再加上说 其实这里头 到底是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有没有奉命做一些 让我们觉得说 你被DFS质疑的一些 账户的可疑性 就你根本没有 对这些人做滴滴 你根本没有 对这些人的资金去向 做什么样的查明嘛 那这些人又 而且是全部都是 蔡友财安排的 蔡友财为什么要安排这些人 这你要讲清楚啊 那出了事情之后 你又自己制作主张 我最听不下去的一句话是说 我能做的都做了 蔡友财你做了什么 我能做的就是赶快落跑 所以而且他也没跟 金管会报告 也没跟财政部 这个财政部报告 那甚至呢 最让人家可疑的是说 在那个时间点 又刚好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调查局 有人事的大调动 那人事的大调动里头是 洗钱防治中心的主任 本来叫 本来是汪中医 后来呢 竟然搭直升机 搭云霄飞车 就当上了 跳三级 当上了调查局长 这会让人家觉得说 以前叶森茂 在收到爱格门通知的时候 他去做了什么事 不知道 但我觉得说 这里头种种的迹象 让大家觉得说 那蔡友财 你这样的一个人事布局 是不是从2011年3月 回过头 回锅之后的 所有的人事布局 就在做一连串 我们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事情 可是呢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蔡友财 你帮国民党创造了很多的 让大家觉得 这个不自可否的 这个大额财款 就是说你对国民党很好 而且不止这样子 你对马友友的企业也很好 比如说 鼎心的三重心宴 它的土地 后来呢 不是弄了一个所谓的 假的那个什么 这个催收 就是假抽银根吗 结果负责抽假银根的是谁 是赵峰 所以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那你包括 包括鼎心 那个包括TDR里头 就是连胜文的那个 金卫TDR 都是跟赵峰 然后鼎心的地宝 也是跟赵峰借款 所以赵峰等于 我一直强调说 为什么阿扁的时候 要用正生词 因为他够信任 那为什么 马英九觉得说 OK 王荣周可能不够信任 所以呢 换了蔡友财之后 这么好用 那这么好用的情况下 所有的人事 又做了大调动 那这批人在干什么 有时候我在怀疑说 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真的要洗钱 你真的要干一些非法的事情 帮国民党做什么事的话 那越少人知道越好 因为呢 这个免得走漏风生 那免得徒生是非 可是呢 国民党会不会用这个来洗钱 我甚至到今年政党轮替之前 到二月三月 我都还听到说 包括帛琉饭店 包括圆山饭店 他们都想洗掉 本来帛琉饭店要找谁来洗 要找那个中国大陆的 万达集团的王建宁来买帛琉饭店 然后呢 圆山饭店当时还记不记得 当时本来找谁 本来找所谓的钓鱼台的管理基金 那钓鱼台的管理基金 那你看李建荣赖在那里 圆山因为我们的党产 对 可是我跟你讲 最可怕的是 帛琉饭店那个公开雕售 李建荣说 圆山饭店不是国产 也不是党产 不是国产这句话 他也讲得出来 所以他可以赖在那边 然后呢 甚至一度 那时候其实在 想要卖圆山的新闻 传出来的时候 是真的 他们要以敦目基金会的 代表人的 方式去跟中方 去跟钓鱼台管理局谈说 他们对台湾的哪些资产有兴趣 要干嘛 要洗钱 因为就我的了解 米高梅MGM 他们呢 有一千亿的资金 可是其中有六百亿 是属于要台湾的企业的赌债 私人类似像 比如说这个某某老板 不是赌债欠了六十亿 被人家追讨吗 那这里头有六百亿 是要洗钱 要怎么洗 最好你国民党的这些资产 我都能够利用这种 所谓的交易买卖的方式 把钱洗出去 所以有没有再洗钱 连输掉了政权的时候 都还想洗 那以前在执政的时候 不洗吗 才怪 好我们可以说 一切就纯属巧合 可以这么解释 但是马总统第二任任期 赵峰青持续放款党赢事业 前提夫人周美清正巧是担任 赵峰青基金会的执行长 而驻美代表又是跟马前总统 关系密切的金浦聪 外界难免会认为是瓜田里下 有这个 我觉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姑且不知道 这是不是一条龙 过去大家最近很流行一条龙 所以说中国观光客来台湾 他的旅馆他的浏览车 或是他的这个购物店 都是同一个 背后的老板和同一个 那我不知道说 这个布局是不是 但是我们希望说 因为林全院长 已经先早上 要求行政调查了 高检署也要做司法调查 所以这部分 如果调查出来 背后有一条一条龙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一条龙 背后都应该要 受到应该有的 不管是 不要乱影射 拿出证据出来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有没有一条龙 有社会责任的 那你也不要那么紧张 对号入座 我说有没有一条龙 我需要调查 你是在隐色 我说有没有一条龙 调查 如果调查结果没有一条龙 大家还他清白 我必须简单的说 这个一个情形 为什么这次美国 对于赵丰敬这样的行为 所谓的纽约分行 跟巴拿马分行 跟纽约分行 跟巴拿马 克隆自由贸易区 中间的那个金钱 我来那么在意 我举一个非常简短的时间 一个简短的例子 我们现在不是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不是 有那个人头账户 就是警示账户 那警示账户 如果万一发现 这个东西有这个问题 那第一时间 今晚会就要告知银行 银行就把那个账户封起来 封起来之后 开始如果说诈骗集团 还不知道 他持续把钱汇进去 那就知道说 钱从哪个账户来 那个是他的来源 汇款的人 可能是诈骗集团有关系 他是可以往上回溯 找到那个诈骗集团 所以说这个即便他的账户被封起来之后 他警示账户被封起来之后 谁汇过去了 他在形式上追溯有意见 是有意义的 那么今天在这个美国 这个金融管理局 金融服务管理局的时候 他的调查里面的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在这个整体 他们提供给金融管理局的 这个报告里面 为什么他美国 这个所谓纽约分行 跟巴拿马分行 以及纽约分行 跟这个科隆自由贸易区分行 中间的这个往来 即使账户关闭了之后 他汇不进去 他讲说 如同显示出来 他们给我们的报告 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好像这个钱没有发生过 应该他要报告说 这个账户被人家关闭了 可是从这个纽约分行 汇到那个巴拿马分行 应该有多少钱 他应该要跟美国 美方这个 这个反洗钱的组织 以及他的金融管理局 应该要跟他汇报 即使他没有汇 没有汇成功 可是他居然没有汇报 问题在这里 我刚比喻的这个诈骗集团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没有汇 你没有向美方报告 所以他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他无法向上追 追求这个洗钱的问题 那所以直到他跟你实施金融检查之后 发现你内部文件 有显示出这笔交易 可是你给他的报告 没有显示 问题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 赵方银行说 因为那个汇款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就这个 所谓的那个洗钱没有发生 不是这样 汇款没有成功 我必须要追上 是谁会的 这样是追求洗钱 往上回溯才有意义 而且被罚款也是事实 光是全民负担 就达到十一亿 不过接下来这问题 我要问一下薛衡 现在社会上有声音 认为说政府必须要 要求这个赵峰的高层 要出面 并且积极地提出诉讼 来扣押财产 并且要求偿 相关单位的责任 跟赔偿是一定要追究的 为什么要全民去买单呢 不应该是由纳税人 来承担这些过错吗 我觉得这个浓缩成一句话 叫做应该官赔 不该国赔 也就是包含了 美国的DVS 他在网络上 其实已经公布 他的整个判决报告 那里面写得很清楚 赵峰银行在纽约的分行 它叫Mega International Bank 确实有疑似洗钱的行为 而且在发生相关的事件之后 确实有隐匿不报的状况 所以第一个 在分行当地的财务金融管理 本身有问题 第二个 如果张胜和说他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的话 那在整个管理上面 也就是在整个公司经营上面 也有问题 对 你是一个 对 所以在这个中间连结在一起 你赔着57亿 如果以官股的比例 算起来是只有11亿 只有 但是不对 不是只有 是本来不该赔 本来可以避免 因避免而未避免的时候 讲明一点 如果这个事情不追究 那就是国赔 也就是这个事情里面 就是国家的纳税人 出的钱来赔 这样子的疏失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追究到底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任何争议 它跟党派与政治无色 而是当时相关的管理者 包含了台北的负责人 包含了纽约分行负责人 甚至一连串金管那些人 其实这讲明就跟第一银行 之前所运到这个骇客案件 是一样的 你一整串中间谁要负责 谁该负责 这是可以调查的 而且这与你是什么政党背景 或者你本身是什么人 是无关的 有疏失就是有疏失 不该国赔的就该你赔 我觉得这件事情讲清楚 对民众来讲 这个是有效让政府 让大家看到政府 是积极追讨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因为是非这么分明 道德这么明确的金融案件 其实很少见 但是现在你既然明确看到 中间有错 管理上的疏失 跟整个监管上的疏失 甚至包含了行政责任上的疏失 你就应该尽量去追究 追到民众满意为止 我觉得这才是执政的关键 而且不要让外界寒沙摄影说 奇怪了这一次赵丰金融资 给这个党营事业这么多 不是说党产要归零吗 怎么感觉海外多个零 稍微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回到现场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针对国民党党产的议题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在日前又出新招了 他主张当年国民党运来 台湾的黄金跟故宫国宝 都应该列为党产 此话一出是引人侧目 连国民党自家青年团总团长 都跳出来说 这样子可能会让人家觉得 国民党还是党国不分 而国民党长期在党产议题 不断的被攻击 这一次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通过 难道不就是国民党改革 最佳的契机吗 明显 当然就说党内有多元的声音 那有譬如说前几天媒体也这么主张 说那个黄金跟国报 是代表青年团代表黄秀柱 所以我就我是这样子 这其实凸显说党国议题的时候 你在历史 你要把它纠结在一起 你要不要一丝一丝剥开 你觉得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我觉得要凸显一个事情 民党在查党产的时候 是要行速公平竞争的政党环境 还是说你是借了党产条例 在修理国民党而已 到底是这两个 两个你如果真的是 政党公平竞争 大家都认同 那民党他真的完全是 这么大公无私吗 还是只是要修理国民党而已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公平 那党产小组下个礼拜 就会挂牌硬坐 那现在几个委员出的杨文伟中之外 还有其他有几职的委员去领选 大家来质疑说 顾虑顾虑的形象 比较政治性 毕竟是民党的部门区理委 那其他委员怎么领选 都是政治性的吗 还是比较中立性的说 学者让人家觉得说 党产委员会是有他的中立性 还是说他就是要清算斗争 我觉得只在凸显说 这一个价值而已 那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党产条例过了之后 对国民党来讲 也是一个考验 就说民党来查党产 那外界也检验他 那国民党也持续 要接受外界检验 从败选之后 人家来说你是要护党产 还是你国民党 未来要找到说 你在野之后的定位 国民党要重新争取说 要去学习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如何透过理念 譬如说立法院的政策 我就在找到国民党的方向 你要去关怀劳工 关怀弱势 才能找到你重新的定位 那党产的议题 我觉得我们副主席 詹启贤讲得很好 赶快跳脱这个战场 民党就是要继续临死你 透过党产继续临死你 你耗在这个战场 其实就是私奔 我简单一句话就好了 请问中国共产党敢说 北京故宫的国宝 是他们的吗 如果中国共产党敢说 不敢说北京的故宫的国宝 是中国共产党的话 中国国民党却说 台北故宫的国宝 是他们的 你听得下去吗 红秀柱他也说 红秀柱他也说 红秀柱他就是对外界说 如果说党国不分的话 这个人是脑袋有问题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 红秀柱这次讲到 所谓的黄金 然后跟国宝 后来连调查局 都是国民党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让国民党 败掉东国大陆 花花江山的金元券 我其中所拿的这张 50万的这个金元券呢 如果在当年兑换的话 恭喜我 为什么 2500两的黄金 我可以买一条街 当时国民党在上海规定 在限期之内 立刻把家中的白银 银元 就是包括元大头 跟帆船银元 然后包括你家的黄金 全部交出来 没有交出来的话 你交出来到银行 去兑换金元券 然后跟银元券 如果你不交出来的话呢 轻则判刑 重则枪决 你知道吗 当时包括 今天去世的这个 国际 平聚的这个清衣祭酒 顾正秋他的老师 叫做梅兰芳 当时有 当时的这个资深记者 就看到梅兰芳 扛了所谓的大条 就是金条 十条 那么去缴 缴了以后 没想到一个月不到 邦 贬值 一大糊涂 贬值出了 这个从这个什么 五百块 一千块 一万块 五百五十万 还不是最高的 还有到一百万 你知道吗 所以整个黄金 我拿十条金条去换 比如说本来花一千块的 一个金元券 可能一个月后 我换不到了 你知道吗 我要拿五十万 拿五千万 我都换不到 所以国民党 九个月内崩盘 所有老百姓痛恨他 所以去支持共产党 这个就是当时 为什么这样讲 不好意思 早来台湾的 四百多万两的黄金里面 有三分之一以上 就是掠夺着当时的 上海市民的这些黄金 另外 故宫的国宝 不用我多说了 当然不是你国民党的 你怎么会是你的党产呢 那是国家的 是中华民国的 当年蒋介石 从已经总统下野 下野就是 我站着毛坑 不拉手 还是当总统 但是呢 我不知信总统 那时候中华民国的 代理总统叫李宗仁 当黄 他是用 李蒋介石的吸口 用所谓的 国民党总裁的名义 名不正言不顺 从国库 把黄金跟 我们现在讲的是历史 是真相 然后黄金来到台湾 故宫国宝来到台湾 当时李宗仁还发电报 要求国民党这些人 把东西还给我中华民国 他拒绝 我说的是事实 你不要跟我讲说 来了以后稳定了台湾 然后后来美元来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 我现在讲的是事实跟历史 战亂时期 战亂时期 你就跟人这样讲嘛 战亂时期什么都对嘛 所以杀人杀人如 228也对嘛 为什么战亂时期嘛 你可以这样讲吗 至于调查局 是不是国民党的很简单 调查局一开始 确实是国民党的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调查统计局 最有名的就是 郑平如就是涉界 要涉又又杀 这个丁摩春汉奸嘛 可问题是 那时候是蒋介石 用他自己本身的总统 跟代理的军统 做恐怖平衡的特务机构 后来来到台湾了以后呢 改成司法行政部 后来再继部改成 法务部调查局 那各位如果调查局 是不是国民党的 我不知道 但是你去看柏阳回忆录 调查局是如何成为 当时国民党统治者 在台湾的英权 如何寻求这些 所谓的政治意义人士 你看就好了 再不够的话 你再去看王鼎君 名作家王鼎君 外省人 现在在美国 他的制作里面的第四本 调查局的人二世 调查局的廖培亚 调查局的爪牙 是如何用行政能力 也连自己外省人都不放过 在中广 在各个包括报社 在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地方是如何去残杀 如何去虐待 如何去 等于说监控人民的事情 讲得很简单 跟各位说 2012年 连小燕还在选总统的时候 连调查局还在监控 台湾的一举一动 还要回报他 总部所有的行为 这些都不对 连调查局还在估票 我们台湾的调查局 当时要估票 包括美国的选举 跟台湾的选举 这些都不对 调查局应该是 国家的调查局 那种做直升机 连跳三级的方式不对 因为你不可以 把调查局的人事 把它成为你 国民党自己本身 那是过去的时代 现在不可以 所以调查局不能成为 有运用的调查局 调查局必须站在 中立的立场 它就是国家的调查局 它就是一个群制机构 不可以再做政治阵防 不可以再有AB档案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至于你说国民党要说 那是它的附属机构 那是以前的事情 所以到底是谁党国不分呢 你读中一下 为什么最近这个 不管什么样的民调 什么台湾指标民调 什么四代民调 为什么 就是说 其实对小英政府 它可能有一些数字的调整 比如说从63降到 就从62降到53之类的 可是 可是为什么 对国民党的支持度 一直没有上来 一直没有任何表现 是因为他们那个党主席 太怪了 那个党主席的逻辑 让大家觉得说 你有沒有搞错 怎么会把故宫 国宝跟黄金 都说是国民党的 然后呢 包括什么调查局 是国民党的附属机构 我们正确的逻辑 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是 黄金 是国家的 然后故宫的国宝是国家的 复联会是国家的 救国团是国家的 民众服务社是国家的 是被你们国民党少数这些人 给搬走了 搬到私人口袋去了 就这么清楚 所以呢 不当党产条例 才要把那些被你们搬走 被你们偷走的给要回来 所以顾立雄 其实他是讲得很清楚 因为他当召集人嘛 虽然说他讲的什么 半年内要让国民党破产 这个话是有点重 可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 比如说这个郭台强 你拿了中影 然后赵沙康你拿了中广 然后包括谁 民众服务社或是这些 被谁拿走了 你乖乖的申报 你乖乖的 这个按照不当党产条例 里头的条文 你自己主动申报 要不然的话 一年期满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罚 罚到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罚到你最后呢 光罚款就让你国民党倒 那你不服的话 可以啊 你提这个行政诉讼 我看你国民党有多少的钱 可以这样子玩下去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红袖柱的逻辑 是完全颠倒的 因为现在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 只是呢 你国民党执政的期间 不管是这个马英九这几年 或是说甚至李登辉时代 甚至更早的两讲时代 你们把很多东西属于国家的 你们偷走了 你们搬走了 所以才要定这个法拔给要回来 那搞错 怎么会说什么都是你国民党的 出现了分歧 而且呢 有个说法是说 一个政党会倒闭 不是因为有没有党产 而是这个政党再也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是有这样的说法 当然啦 就是说其实 就是因为你 包括你洪秀柱讲这些话的时候 你都觉得说 到底是国民党对不起 中国国民党对不起 中华民国还是 中华民国对不起 国民党 对...中国国民党 年差一位民调下滑 未经许都不敌 未经许都 må üst 宝贝 不信而